早上一起来我就焦虑的不行不行的 今天起来明显就感觉前段他孕吐特别严重 孕反应很严重 今天早上起来没有感觉没有反应 我就好心慌 我现在再加个体温 吃个早餐一会不行 我们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看一下 我也实在是有点怕呀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之前就有一次是七周发现的太新 然后呢顶第八周再去做B超的时候 那也是孕上突然消失 对呀 好焦虑好焦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今天还约不到B超了 还只能明天去做B超 今天只能去抽个血 其实从血质上就大概能看出来个一二三 我比较担心的一直担心孕同低 孕同低 你先去看吧 给我打一下 哎呀心慌的不行 都出门了 发现我这个资料袋没拿 那些抽血的资料 啥都在这里面呢 赶紧接着出发 我现在去抽血 不知道今天人多不多 我里个全样的 我们两个分开排队 老婆在那给我排队 打桥马 我在那排队抽血 她打完桥马 我直接就可以抽了 没进去 现在抽完血 然后结果下午可能出来 再等一会儿吧 再残课一会儿 昨天抽完血之后 这是我上一次的血质 HCJ是五万一 昨天抽完血之后 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七万三 HCJ结果还不错 但是呢 蕴酮这个对象值 降了好多 从二十降到了十几 本来就约好了 今天也去见医生 然后再做一个B超 再检查一下 现在一大早 我们俩就要 抓紧时间去医院了 约的是早上八点的B超 还比较紧急 我刚检查完B超了 医生跟我说 还是好人呢 还扒过来着 我说我孕反突然就减轻了 收拾了 医生说你有这个意识是好的 就是有啥不舒服 及时检查是好的 现在就等报告 刚才医生给我口头收了一下是好的 但是现在报告还没出来 等报告 先放下了好多 真的 放心了好多 来我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上一次的 这是今天的 长这样 他现在长这样了 长大没 你看一下 长大了 上一次是1.4乘以2.3 这一次是1.4乘以3.0 然后呢 黑胎长上一次是0.2厘米 这个是0.8厘米了 长大了好多 然后按这个形状 网友们帮分析的 指定是个男孩 还想着我还想着会不会有意外惊喜 会是双胎的 没戏 没戏 就是单胎 健健康康就好 然后现在就等着见医生 见完医生了 这次是见了两个科室的医生 一个是我看到免疫科的医生 然后免疫科的医生 刚刚跟我说 好着呢 啥都好着呢 我说我这乳酮也不行啊 一直在见啊 医生说好着呢 你娃长得也挺好的 是不是都正常值 我还是不放心 医生说你不放心 你再去看一下生殖科 然后我们就挂了一个生殖科的号 又去看生殖科 生殖科医生一看 好着呢 然后两个医生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们俩这就有点 无病呻吟了算是吧 就是啥都好着呢 非要 就是我说那他孕兔 怎么突然停了 医生说 医生反问我 孕兔是个啥指标 把我也给弄得不好意思了 然后现在呢 这边生殖这边的医生又给开了一些保胎的药啊 把之前的药又做了一些调整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一切正常 接下来还是就是医生给开的必热单子 一中检查一次 然后我的血值就不用再检查了 医生说已经到峰值了 不用再查HCG了 然后孕童的话 你加点药 接着吃孕童的药 就是再复查孕童就全了 也就是说你这孕童值都达不到打真的指标 正常的 咱俩过于焦虑了 因为能理解 因为我们俩确实经历过这么多次太庭之后 你就有一点异常 就会是吧 就会很焦虑 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焦虑 因为现在是七周 我八周太庭过了 之前八周是个坎儿 对 所以还得再忐忑一周 不要忐忑了 一切正常 走 回家 请你吃好吃的 走吧 这韵饭没了 本来心里还不踏实 这下心里踏实了 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 我现在居然想吃肉了 吃 鸡蛋糕的味道也能闻了 也能闻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